三级警戒新庄复明里附近有一座复国小公园已经封闭了 而里长就表示了因为树叶飘落满地 是担心有并没闻滋生的问题 而因此每周固定两次要加强清洁打扫 希望随时能还给住户永远安全还有干净的空间可以使用 避免民众群聚三级警戒期间 新庄复明里附近的这座复国小公园 里长表示虽然已经关闭拉起封锁线 但是树叶飘落满地 如果没有整理恐怕会引来并没闻滋生 造成邻近住户得担心被蚊虫叮咬问题 因此为了顾及园内的环境准结 每周固定两次派请清洁人员进行打扫 随时保持园内拥有安全干净的空间 三级警戒之后 那个马上拉起红锁线 禁止一切人员进入 每周我们固定有两次会去做消毒的喷料 以维护这个区域的安全 三级警戒公园封锁禁止进入 里长观察说 对平日有运动习惯的民众 多少会带来生活上的不便 然而这里办公处不断宣导下 多数人配合度高 让他倍感欣慰 平常都在公园那边运动 现在里长有推广说 不能去公园那边活动 所以我们都有听话 虽然疫情时间 大家也都非常的配合 现在去的人 已经免险减少了 感谢里面的配合 因为防疫期间造成大家的不便 希望不要群聚造成感染 大家以自己的健康为重点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能够三级解封 大家又可以到那边闲聊 防疫措施 政府宣布公园暂停开放 避免民众群聚 里长强调打扫园内环境 持续运作之外 同时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无视封锁线的存在 因为经相关单位巡逻劝导 如果不贴 则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 开罚最高1万5千元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